另外来看到中选会审定通过了正副总统参选名单 并且也公布了财产申报提供给大众来查阅 那么其中民进党总统参选赖清德存款申报 大约是215万元 背了1386万元房贷 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存款约3958万元 民众党总统参选柯文哲存款约2464万元 那么侯柯两个人都是没有负债的 国民党副总统参选赵绍康和妻子 申报存款是超过了7900万元 股票总价约3300万元 房贷4700万元 另外还有新北市三笔土地以及12笔的建物 那民众党的副总统参选呢 吴欣盈则是申报了一笔在新北市的土地 以及一笔英国房产 存款约250万元 股票以及有价证券总价额大约是3671万元 另外还有一套价值800万元的蓝宝石珠宝 以及债务就是大约992万元 民进党的副总参选小美琴 则是有新北市的一笔土地以及7笔建物 存款1547万3822元 那么基金受益凭证总价额约273万元 房贷则是大约169万元 所以我们就持续来看哦 因为中选会现在就是公布了嘛 他们的财产深调 那刚刚有讲到的就是无声音的部分嘛 他就是有一笔在新北市的土地 还有一笔在英国的房产 他有一辆mini Cooper的汽车 存款是250万1687元 油价证券总价额是3671万3090元 还有一套价值800万元的蓝宝石珠宝 两张保单 另外还有债务是992万3292元 但是呢我们来看到黄阳明他说什么了 他说无声音啊虽然是填写了比利时级配偶 以及幼儿的资讯 但是申报的财产仍然是仅有无声音名下的而已 并没有他的配偶的财产资讯 除非他的比利时级配偶真的是生无很惨了 否则呢这个很有可能会让外界质疑 是不是申报不实 不过我们来看到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焦点要讨论的 就是当初呢蓝白 还好当时是这个朱立伦 马侯友宜 柯文哲还有马英九 他们一起去密室的小谈判嘛 那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个隐藏版的第七点呢 好这个是钟小平说的 钟小平说啊柯文哲真正的大后悔 是11月15号谈判 其实有第七点 但是不能化为文字哦 就是呢他答应当副手 而且赋予他修宪的任务 好讲错这个第七点 只是呢黄珊珊跟陈志涵 他们的力量太大了 加上民众党恐怕有亲父之祸 所以柯文哲最后才勉强不接 好那当时主持人谢振武 他听到之后就很压抑嘛 他说你后面加这段是很大条的 但是他同时也强调了 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获得蓝白 双方的任何的证实 所以大家呢可能就听听就好了 那柯文哲就说了嘛 六点就六点嘛 怎么还会有第七点呢 就说了嘛 钟小平的话你也信吗 好不过 美丽岛电子报的这个民调呢 就显示了吧 民众党的柯英配现在是跌到了 只剩下14.9% 连15%都不到了 所以前立委林卓水他就说了 民众党教育派说 和国民党合作 选后呢会像亲民党一样泡沫化 但是现在蓝白河就破局了 倒是还没有选完 好民众党就已经先泡沫化了 那另外呢 这个是柯文哲的前幕僚 吴静怡 他就说了 柯文哲首次坠落到了15%以下 他的女性支持度是不到10%的 那台北市甚至是低到了11.2% 所以柯文哲就算做了8年的台北市长 选民好像还是不太看好的 所以本命区的选情 现在看起来是整个崩盘了 所以姚立民他又出来讲话了嘛 他说柯文哲呢 你的民调从高点 26.7% 你现在一路掉掉掉掉掉掉 掉到了14.9% 已经跌破了十几个百分点啊 就是至少呢 少了20到29岁的年轻人和中间选民 这些选民可能全部都跑光了 所以他说你柯文哲 就是把国民党搅成了一团乱码 不是你主要的对手 但是你是要负责帮忙来拉垮国民党的 好这个是姚立民他的说法 那美丽岛电子报 他公布的这个是第82波的追踪民调 所以柯英佩现在只剩下14.9% 那黄阳明就认为啦 从这个民调来看的话 柯英佩几乎是已经跌到底了 但是侯康佩还是赢不了赖萧佩 所以就可以知道了 侯友宜并没有因此而受益 所以在最后的关键 揭臂是非常重要的 在美丽岛的宇宙里面 掉到这个已经是他追踪民调以来最低点 这已经是等于是柯文哲的底盘了 那你要知道 柯文哲的底盘 通常到一个程度之后 他就停了 就不会再掉了 如果到了这样的程度 侯友宜都还没有办法超越 这个赖金德的话 就非常危险 因为这个美丽岛是全市化民调 在市化民调里面 他的趋势往下 很明显受到什么 我觉得传统媒体的影响 就是传统电视媒体 电视台里面很多的整个舆论 对对于这种柯文哲 跟吴欣盈的搭配 确实那每天每天在讨论的就是吴欣盈看起来不是一个合格的副手 那会让他的这个所谓的盘 就信心盘是往下掉 没有错 其实十四点九对于柯文哲来讲 应该已经算是非常谷底的数字了 那不管即便今天这个是一个全市化的部分 如果今天加入手机应该会往上一些 那可是在另外两位的部分 你看侯友宜其实有稍微增加一些 侯友宜是有稍微增加一些 但是他增加的幅度是没有办法超越 赖金德的那个天花板又来了 那个所谓的将近四成左右的这个天花板 又出现的时候 那我觉得这个这个局就是目前 你看像今天这个姚立明老师 他在应该说他是主委 赖金德主委 他现在在这个接受媒体 接受韦翰哥的反问的时候 他就讲说453520 就很像这个趋势 453520 这个就是民进党的胜利方程式 所以对蓝军来讲 你要怎么样 第一个你要让赖的数字下来 那个不是跟白银对战的问题 那个你要打绿 让绿的选票投不出来 也就是揭闭很重要 就是这些所谓的绿营的弊案 有没有办法让绿营的这种原本 比如中间浅绿 最后投不下这张票 不投票 可能就会影响最后选举结果 另外我们来看到 美日等22国扩张核电 但是民进党他们狂捧的是 废核神主派 柯文哲就呛赖金德了 现在忏悔还来得及 而蓝白和破局 独派现在是告发了 马克等人是搓汤圆 北检甚至将四人列为他自案被告 柯文哲就怒轰了 民进党真的很可恶 当初蓝白想搭配参选组联合政府 但最终破局 不料独派却告发 蓝白协商在斯亚亚亭 没想到马英九 朱立伦 侯友谊跟柯文哲 竟然通通被北检列为他自案被告 蓝军炮轰 过去民进党找柯文哲叫合作 如今国民党找柯竟然变被告 执政者是用司法介入选举 柯文哲第一次选台北市长 不是民进党不推人吗 推柯文哲吗 那这算不算是搓原子汤呢 2014年我和民进党合作 国民党都没有来办我 什么什么手银腾啊对不对 2014没有办我 国民党没有办我 到2023年换民进党在办我们 国民党很可恶 民进党更可恶 政治的黑手介入选举 是很不好的 各况我们两党的合作 也没有旗员 更没有废权 更没有不当的利益 那你怎么用司法手段 浪费司法资源呢 完全误导视听 能源站也成选战议题 每日等一共22国 共同声明在2050年 核电产能要提高三倍 当世界各国把核能 视为新绿能 民进党却死抱着 废核神主牌 蓝军怒轰将害死台湾 其心可疑 你要一大堆50%的天然气 要用30%的燃煤 加起来是80% 这都是烧炭的 这是违反世界潮流 去年中油赔5000亿 台电赔5000亿 这么一两兆的钱 干什么不好呢 绿能大家都支持 没有人反对 但是你绿能 你把台南搞成什么样子 多少人在中间牟利 88枪 后来又9枪什么 你不能假借绿能 在中间捞钱 然后这些世界现金国家 已经要求说 核能算是绿能 要求要增加三倍 民进党是不是 现在赶快出来 忏悔还来得及 道歉是不用的 忏悔就可以了 民进党向来 把美国日本说的话 奉为闺孽 但美日说要大用核电 民进党却突然不听话 装没听见 选战白热化 从能源站到司法站 都成攻防焦点 记者张又茨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艺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 艺生剧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